为何人们要在航母上安装一套大弹弓 价格还高达13亿美元 随着一声令下 重达20吨的飞机只需短短2秒 就能从甲板上弹射起飞 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原来这就是航母上的一套舰载机起飞装置 名为电磁弹射器 作为未来航空母舰的核心技术之一 电磁弹射器的地位举足轻重 毕竟对于民航客机而言 想要正常起飞 势必要在跑道上先滑行一段距离 获得足够的向上升力 而舰载机也是如此 不过碍于航母上的跑道距离限制 所以单靠滑行 舰载机是飞不起来的 再加上它并不具备垂直起降的能力 因此电磁弹射器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有着容积小 对舰上辅助系统要求低 效率高 重量轻等优点 除此之外 不管是运行还是维护的费用都十分低廉 当舰载机即将起飞时 预先将平尾上偏 轻易下偏 使飞机滑行进入弹射位置 将前起落架上的弹射拉杆 连接到弹射器的拖叶装置上 此时弹射器开始启动 凭借充电时产生的电磁力 依靠直线电机的直线运动 在一瞬间将能量全部释放 舰载机就会获得极强的推力 它的起飞速度 能瞬间达到每小时350公里 这样一来舰载机就获得了足够的起飞条件 远远看去 整套电磁弹射器就像是一副巨大的弹弓 将舰载机像石子一样发射了出去 以美国的福特号航母为例 早在2013年 它就完成了电磁弹射器的装备 其实除了这种弹射起飞的方式之外 航母上的舰载机还有着滑跃起飞的方式 简单来说就是 让舰载机在跑道上以最大推力加速滑行 依靠飞行甲板终端上的一块上翘斜板 在飞机离舰的瞬间 为其提供一个向上的动量 从而达到对应的起飞条件 虽然这项技术十分简单 而且维护方便 随着甲板上翘的角度越大 滑跑的距离就会越短 但同样 它对飞机发动机 以及飞机结构强度的要求也十分高 而且在起飞后还会耗费大量的燃料 最高可以达到油箱容量的三分之一 这就使得舰载机无法以满油状态执行任务 反观弹射起飞 则是可以保证舰载机 以满油状态完成起飞操作 相比之下 滑跃起飞还需要足够大的甲板面积 以及较长跑道的辅助 倘若条件受限 还可能导致飞机起飞后的偏航问题 虽然现如今世界上 除了美国和法国以外 都采用了华越式起飞的技术 但不可否认的是 弹射起飞 绝对是未来航空母舰的核心技术之一啊